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Hello 我是Mao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OKA LING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日本OIL會做的三件事 我曾經在日本公司上過班 然後發現有一些是真的是日本OIL 特別會做的事情 但如果你喜歡這樣的主題呢 就可以在這裡按一下這樣 讓我知道我覺得做更多這樣的影片 你可以订阅并且按下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的最芯片通知咯 那当然因为我也只带过两间日本的公司 所以是我的一个个人经验分享例举给你们听 不代表说所有的日本欧药都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补充的话呢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说咯 第一,日本的欧药会自己带便当上班 真的只要一到午休时间啊 欧药们就会到休息室拿出便当享用他们的午餐 那你可能会想说男生呢 在日本女生做内勤的比较多 男生通常是出去跑业务 所以除了刚上班或者是下班前 你是不会看到他们的 那别的地方我是不太知道 台湾的话呢 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喜欢中午叫便当 几个好朋友凑起来去点外卖这样子 我一直都觉得会自己带便当的欧药们很可爱 就是很贤惠的感觉 就问他们 诶,为什么你们都自己带便当啊 结果他们的回答是这样子的 節契的ため 第二,日本欧药的背包里面 通常都会有 软 糖 日文叫做 我自己是没有这个习惯 可是很常办公室的一些姐姐们 拿去问我说 猛掌 有吗 我一直问他们说 为什么我身上都会带软糖 他们就回答我说 好像呢 一直在在办公室 我一直在买到这个习惯 然后身上我带软糖的女生呢 会让人觉得 女子力特别高 女子力高 我以前同事啊 他们非常喜欢带一个叫做 口罗罗罗牌子的软糖 为了拍片呢 我还特地去超商买回来了 就是这一个 这是他们家的经典口味 它是长这样子的 好香哦 超可爱 葡萄的果实不是有一层皮 然后里面是果肉吗 它就是用那个胶原膜当作皮 然后里面包那个软糖本身 这个感觉很像要再吃酸嫩葡萄的口感 有没有 它长得也像真的果实 我这样目测就觉得 我手上拿着一颗咬到一半的葡萄 真的很像 就是这个软糖受欢迎的原因 很像真的 这个牌子是很久的 但是我这次去超商的 发现他们家有新口味 取一次果实跟荔枝的 下次哪一个好 荔枝感觉比较特别 留到等一下 先吃这个 它这个里面就是有三种果菜 然后仔细看呢 里面有一些比较大的果实纤维 不知道是橘子还是红楼萄 它就会用各种水果的特征 去把它还原 虽然是有三种蔬果 但是还是以橘子为主要的味道 荔枝口味 还蛮像那种水果胎的荔枝味 天哪 白白透明透明的 很像荔枝果肉 我还都买了别人的口味 就是有这个 草莓跟苹果的 那我就不一一试出了 你们可以自己去超商找一下 反正他们家就是有很多不同口味 我看他们每天拿一包都是 不同颜色的 可能就是想放心情之类的吧 这个口罗肉软糖啊 在日本海外也买得到 我知道台湾的超商就有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没有新口味 总之我是决定了 我就算不再做肉料 我也要把它一包软糖放在身上 提高我的 女子力 第三 日本的欧阳们到了办公室会 换鞋子 没错 就很像他们学校习惯的一个延续 只差在我从来没看过谁上班的时候 在鞋櫃里面发现情书 我是蛮想收到一下的 但原因呢也很简单 因为鞋櫃不是毅然一个 我们是共用一个大鞋櫃 还蛮多人都是踩高跟鞋 抠抠抠抠上班 然后到办公室后 因为做内勤嘛 不太会碰到可能外来的人 就会想说在办公室就穿舒服一点的平里鞋 我还看过穿拖鞋的 但是是漂亮的拖鞋 而且一定会穿袜子 绝对要穿袜子 然后下班的时候呢 再换回美美的高跟鞋 抠抠抠抠走回家 唉 讲了这么多 我是一次都没有用过鞋柜 因为我是一个每天需要往外跑的 苦命业务啊 以上 这是我发现日本欧阳会做的三件事情 你们来自哪里 在哪里上班 有特别会做什么事情吗 都非常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非常非常想要知道 那这些OL的习惯呢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啊 上班混鞋 带便宜 或者是在包包里面放一个这样子的软糖 就会让自己随时提高心情 增倍工作效率 对 然后再补充一个Q&A 就是你们最喜欢怎么吃软糖的 像我的话 最喜欢冰冰箱冷藏 冰冰冷凉的可罗啰是最好吃的 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 OK 那影片到这边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可以按个赞 再让我知道每个按赞分享 留言都是我们自媒体做原创影片的最大最大动力跟支持 谢谢你们的每一个分享跟按赞留言 更重要的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的影片 就可以按下订阅 并且按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通知咯 那我们下一集很快见啦 拜拜